只是记载说圣治皇帝得了一种不治之症而死去了 但是在一些民间也好还是隐史里边所记载的 他是的确有出家的 包括从他那时候词也可以去了解到 真正出家的地方就是在五台山 在清代的时候 康熙皇帝一共是又来了五次这里 一共是又来了五次这里 所以说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也可以说是我们中国 可以说是四大佛教名山当中 被誉为是四大佛教名山之首的 这样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历长历代像我都比较旺 其实最主要一个原因就是 这里是文书菩萨道场 我们会发现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呢 我们所走的每座寺庙里边 里边都会共分到文书菩萨 这是五台山一个寺庙的一个特点 因为这里是文书菩萨道场 但是文书的祖庭还是苏相寺 就我们去的那个地方 苏相寺里边 那是文书的祖庙 也是谈祖庭的地方 那同时在五台山这边呢 文书呢 我们称之为是大智菩萨 也就是说 它是以智慧为祖的 称之为是大智菩萨 浙江普陀山则是观音菩萨道场 也就是接下来 大家可能除了去了九华山之后 我们要去的另外一个就是普陀山 普陀山的话呢 这个去了那里之后 我们应该也能听到一个故事 叫不肯去观音 其实当年所讲这个故事 还是与五台山有一点关联的 说当时在唐代的时候 有一个日本僧人啊叫灰厄 他来五台山朝山拜佛 拜完佛之后就准备起一尊观音 向东洞问日本去 但是他这个船呢 走到浙江周山的时候呢 船就无法顿坛了 因为每当几帆出发 就会下起跳过大雨 连续三天都这样 那么当时灰厄和尚就觉得很奇怪 说这个观音菩萨 是不是不肯随我回日本呢 于是呢他就不仅不